去年六月玉龙集团股东会 董事长严凯泰亲自出席 当时看起来气色还不错 可如今传出揍事 春天啊 春天常常从我们眼前飞又飞过去了 又飞回来又飞过去 常常飞来飞去 回过严凯泰的一生 他是严庆林的养子 1989年24岁他返回台湾 接受玉龙汽车的首席副总经理 隔年25岁就任玉龙集团执行长 26岁与女男国首陈丽莲结婚 两人结婚多年 直到40岁才升格父亲生下女儿 50岁获得铃儿 我是所爸爸 我的女儿已经在 今年下半年来到这个世上 1995年在林信义的支持下 实施迁都三议厂办合一 接着以一款Cefilo百万名车 让玉龙汽车起死回生 获得少主中心的美誉 而在2000年35岁他 任中华汽车副董事长 2011年在大陆投资东风玉龙 严凯泰在世时 一直继承严庆林的 为中华民国汽车工业装上轮子 致力发展汽车事业的理念 投入聚之成立自主品牌纳智杰 卖出不错成绩 跟政商关系也很良好 严凯泰曾说 把生命跟纳智杰画上等号不会停 除了汽车事业之外 也让玉龙新店厂区华丽变身 将在后年推出 新店玉龙城的开发案 标榜要设计出适合满足 全年龄城需求的智慧住宅 也是新北市地标 严凯泰是玉龙二代的唯一接班人 亮眼表现差弛一身 TV新闻最好报道 先 detail 新闻造出发宫 我们的oscення 猪尾 ク辰